充满希望的生活 突然遭遇命运的转折 我们分手吧 谷底开花 有雪相融 别再赶我走了 用爱温暖彼此的人生 这个世界上存在于这样的地方 遇到一个不离不弃的 这不就是最好的爱情吗 用阳光照耀绝境中的阴暗 用温暖包括现实中的冰冷 越过山 本期据说很好看 带您走进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 全心全意的 活在当下 哎呀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现在这个咖啡厅啊 就是你的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出名的 祝你们生意兴隆 谢谢谢谢 那我就先走了 好 送你出去 好嘞好嘞 谢谢 拜拜 拜拜 看 回见你 安之确 行啊 这以后咱的房子了啊 哎 哎 爸 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吃饭吧 是啊 这个我女儿小确同学 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咱不用出去打那么多风 干爹 你这个做法太明智了啊 是吧 哎 以后我就负责帮店里送货 咱把生意作遍全市 哎 哈哈哈 哈哈哈 小确 哎呦 看看谁来了 啊 啊 你就是确 对 林拓总把你做的咖啡和蛋糕 带到公司来犒劳了 今天听说你开业 我亲自来品尝一下 欢迎 欢迎 小拓您好 请坐 尝尝尝尝 这个桌子椅子 小拓设计的 对 我外公是做木匠的 所以我从小啊 就跟着他学一些设计这些东西 不得不说 林拓可是咱们这次最大的工程 点个赞 什么呀 什么意思 我没出力吗 用什么关系 水泥跟沙子是谁办的呀 哪都有你啊 除了水泥沙子 然后呢 还做啥了 我搬好多水泥 我还有 我觉得啊 这次装修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但就是那个 直播间的隔音玻璃有点贵 对 也不知道是为了谁装的 为了谁装 肯定不是因为 因为你在直播间 直播声音太吵了 我吵 你才吵 你嗓门大 我按着讲 我按着讲 你一直讲 又这样跟你讲 确实啊 装修这部装真不知道 太贵了 那小拓给咱省了不少钱呢 咱们要不要给小拓点钱 给什么钱啊 给什么钱啊 我都是给小圈做的 嗯 我怎么觉得 我的人生瞬间都被点亮了 哈哈哈 哎 咖啡没有了 你刚才去倒咖啡去 哦 哎 我知道在哪儿 我去吧 你你你还去 哈哈哈 那个顺带把那个快递拿来 好像没有快递 哎 好嘞 好嘞 好 保存好了啊 来来 再好 再好再 再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薛 我们分手吧 林拓在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并魔却伸出了手 扼住了她命运的喉咙 而在她的人生中 最珍贵的就是来自她的亲人恋人朋友 给她的力量 今天我们就把主创团队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有请各位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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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青春的组合和阵容 先请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谢谢你温暖我的导演 朱东宁 欢迎朱导 大家好 我是谢谢你温暖我的编剧 陈小猫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林一 在谢谢你温暖我中饰演林拓 先不回去了 大家好 我是李兰迪 在谢谢你温暖我中饰演安之雀 工业设计 打三 我也打三 昨天在菜市场见我 大家好 我是江超 在谢谢你温暖我这部戏当中 饰演安之雀的父亲 安和贵 要说巧合你爸我 那是最有心得的 因为我跟你妈我们就算是 我们想不成家 大家好 我是李兴然 我在谢谢你温暖我的这个剧中 饰演何欣迪 我本来想偷看陈小猫手机的 结果试了好几次密码都不对 大家好 我是孙天宇 在谢谢你温暖我中饰演陈光浦 以夏天风的冰箱比在家里 我跟你讲 他不对劲 我觉得他是个骗子 不要看了 大家好 我是夏明浩 再谢谢你温暖我里面饰演的是 林拓的领导 魏海洋 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反正分到我的组 肯定是你都不幸 我可以随时让你走 那么在林拓的身上 在他的周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坐下来 看一看 聊一聊 在微博 微信 抖音搜索 CCT电视剧更多精彩等你解锁 刚才呢其实在开场秀我们也看到了本来呢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但是林拓拿到了一个快递 这个快递里的内容 似乎是对他有一个巨大打击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也是特别希望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对一下 对一下 让人给我一下吧 这啥意思呀 你放不下啥是吧 对 现在就来了 谁都别告诉 别告诉 一点都不负责任 别说了 你为什么 慢一点接 这轮椅不是我的尺导 是 赶紧在里面空空荡荡 你这啥意思呀 放不下 我就陪你去找他 来 走 起来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楚的呀 不能他说分手 你就同意 你让人家小雀怎么想 你让我们怎么想 瞒着大家什么都不说 你当大家是傻子吗 好几个月了 你现在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这病是什么 你告诉我你确诊了 怎么找 我是跪下来 我求他别分手是吗 难道还要我拖累他吗 什么都不说 拔腿就走 他这什么意思呀 一点都不负责任 你别说了 你为什么不说呢 是不是我今天不发现你摔倒 你还打算瞒下去 光普 别告诉小雪 也别告诉秦迪 谁都别告诉 他肯定有事瞒着你 我就说嘛 两人搞对象的时候 咋的都行 而日子长了吃到得烦 不是那样的人 你这人到底怎么了 你跟大家说一下能怎么样啊 会全身瘫痪 会死 不是 不是 你不就是得病了吗 不 我得了病咱们治嘛 咱们 咱们吃药 还是手术 还是住院也好 咱们得了病把病治好 不就行了吗 你这样你在这坐着 我去给你问住院的事 今天不管花多少钱 我让你把这个愿住 天光土 能不能冷静点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小雪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明图啊 生病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你也没有对不起谁 告诉大家吧 大家陪你一起扛 你要一个人这样挺到什么时候 我都不敢听 我知道 这个掌声是给我们所有演员刚才非常投入的演艺 同时呢 也是给这个故事本身啊 刚才我们所有人看了以后呢 可以说我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啊 但是为什么在这样最需要爱人的时候 最想要他最爱的人去抚慰他的时候 他却选择了要隐瞒这一切 而且当机立断就要去跟女朋友分手呢 当一个人有了担当的时候 他可能考虑的事情会更多 他本应该有一个有希望的人生 然后现在可能考虑的更多是 就是焦虑啊 忧愁啊 担忧啊 这些东西 他不愿意把这些带给他周围的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因为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但是小雀呢 他又是一个很坚强坚韧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说第一就是林拓不愿意让小雀伤心 因为得这个病知道结果一定是不好的 但小雀如果得知林拓是因为得病而隐瞒他的话 他一定也不会放手 是 那么当安之雀得知他自己最爱的人跟他分手的原因 他会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再给个分吧 哎呀累死我了 说太好了 老紧张了吧 说太好了 老紧张 越往后你就越自如了 那咱们走了 好快呀 这个情形转变 你能不能找个气口让我消失啊 哈哈哈 就是你俩在这儿这样这样 然后我就 哈哈 能不能别看我走了 看看什么意思 好 光普 我想去一趟花卫咖啡厅 行 你等会我给你拿轮椅去 我还能走 那不行 医生说了 坐轮椅出行 来 慢点 你脚子也能上来吗 可以 来来来 我帮你 好嘞 坐稳了啊 走着 残疾了是吗 你分手你也找个像样的理由吧 小雀 这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不是我想的哪样 骗我特别有意思 骗我特别爽是吧 你自己跟他解释吧 银头 哎 你起来呀 你说话呀 你起来呀 你胳膊怎么了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 你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办啊 见冬症 那我告诉你 分手不效 韩志确 你不用这样也没必要这样 我这个病治不好的 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那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得病我们就去治病啊 你走吧 我不想拖累你 那真的你走吧 你现在是不是还能动 另一只手 是不是还能动 是不是还能出门 能洗床 我们走到哪一步 就面对哪一步的问题 你能不能别再赶我走了 银头 你能不能别再跟我走了 你能不能别再跟我走了 我们都觉得是扼腕叹息 我想对于安之雀的父亲来说 更是纠结矛盾和痛苦吧 对于安和贵来讲 她的选择可能会更加的痛苦 因为她经历过 小雀的母亲也是得了很重的病 她也伺候了很久 但最后还是离去 她知道这段过程的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拍这段戏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也非常的煎熬 我也其实有的时候 跟导演不停在探讨 她真的会怎么去面对她 我相信如果生活中 可能会有这样的事 这个父亲可能会说 我宁可死在你面前 我也不能让你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她经历过 她知道那个痛苦 但是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 叫坚持 思想的力量 情感的力量 会战胜 只不过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 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或者说没有等到这一步 就很感谢我们的编剧 导演和我们的制作团队 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去展示了我们最美好的东西 勇气 那我们通过这部戏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存在于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陪伴是在自己要承受很多痛苦的同时 还要勇敢地去面对的陪伴 所以到底安之雀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陪伴 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 它又可以给灵拓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力量 那今天在我们剧中很好看的舞台上 我们也希望有幸可以见证这样的一段温暖 来 有请 小雀已经在在身边了 我们要不要稍微往后掉一点 我都看见你们了 看见我们了 我看见我们了 好吃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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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是什么 今天谁喂我 我给你带了他最喜欢吃的锅瓜肉 我谢谢你啊 不行 我回去收拾行李 我陪他在这住吧还是 陈光璞 你冷静一点行不行啊 你觉得临拓难过是因为她生这个病吗 那不然呢 她觉得她自己拖累大家了 咱们现在越这样她越够不去的 小雀已经在她身边寸步不离守着她了 你现在啥也不干 眼巴巴过去就这么盯着她 你觉得她还能活吗 什么意思吧那 咱们就把她当成一个正常的人 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残疾人 或者是一个得了绝症快要死的人 咱们呢就当啥事没有 创造点轻松的氛围 是 不能再给她压力了 咱们就高高兴兴的 买点她喜欢吃的 走 行 小雀 你去看看她吧 行 我陪你去啊 你别陪她去了 让人家两个聊一会儿 我们去买点吃的 去吧 咱们现在这样有意义吗 有意义啊 我不是没有尝试过 我已经很努力地去治疗去适应了 可不论我怎么做我都是会死的 我现在连站起来都做不到 我真不想像这样过下去了 一死了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你要想想活着的人 那我们余生都要在痛苦和自责中度过 这道理你也懂 那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有啊 但是我不允许 我不需要你有多坚强多乐观 你想哭就哭 你不用觉得连累任何人 嫌弃你的人根本就不会来照顾你 愿意照顾你的人也都会留在你身边 颖托啊 我们来啦 我回来了啊 你帮你点 我给划你来 知道自己在这冲点呗 把这小猪给他支上 来来来 来 师傅 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我可没空 但我想来谁能管得了我 这意思看见了吗 按照你的生活习惯专门给你设计的 谢谢师傅 好好吃饭 什么都别乱想 林特 给你买了他最喜欢吃的猪肉炖粉条 开玩笑 这里是我最爱吃的锅包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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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笨的 你拧那么紧干什么呀 不知道我打不开啊 嗯 看看 慢点慢点 哎呀 哎呀 你看啊 你看啊 这锅包肉 快看看吧 忘了干什么吃啊 那个 太子了 那个管 过去了 过去了 小点啥有别的病人啊 好 不是那张纸吗 不是 小伙还哭了你看 小伙还哭了 小姑娘也没憋住 小姑娘憋住了 小姑娘憋住了 你学奇迹 站起来了 灵魄 爱能感受一次 灵魄 神奇地站起来了 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大家可以克服这个难题 谢谢 其实呢 有一些相遇 真的是缘分 那缘分是什么 可能就是一个大车的姑娘 你们之间后来又相遇了 那对于我们追剧的观众来说 我们非常幸运的相遇就是 可以遇到这么好的剧组 他们非常真诚的创作了这样的一部良心之作 让我们和温暖与感动相遇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因剧而喻 关注CCTV电视剧 微博 微信 视频号 抖音账号 更多精彩等你解锁 接下来我们要解锁的是 在谢谢你温暖我这部剧台前幕后的精彩 感动和温暖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题材 关注见动症病人这样的一个群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也去做了很多功课 包括走进这个群体 因为这个病情比较特殊 一个是关注的人 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从发病 然后到确诊 然后到他的一个治疗 他整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他很适合一个剧集 然后来一点点的展开 在做这个剧之前 我们两位编剧 然后还有我们的制片人团队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个是 我们当时整个团队去采访了一个 间动症的患者 其实他当时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是很很好了 然后但是当他知道 我们要做一个关于间动症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剧的时候 他跟我们分享了 他从开始有了病症 然后一直到确诊 他整个的这个过程 一直到我们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然后他当时的手 已经不太能写字了 但是他坚持在一张纸上 给我们写下了一句话 叫 至平凡而耀眼的你 我也希望就是这句话 可以带给看这部剧的观众 都是我们都是平凡的 但是这一生你总有耀眼的时刻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一直对我来说 它就是个力量 我当时出了他的办公室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好好写这部剧 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剧 因为它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它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爱的故事 特别好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观众 和这部剧相遇的时候 也真的是被这个故事感动温暖到 所以导演当你接到这个题材 你自己去怎么掌握他的要心 怎么样去铺成他的情节 一开始接触到这个题材的时候 知道他是写一个兼通证 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沉重 然后比较痛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但是我不想带给观众这些东西 我觉得把它做成一个治愈性的这样一个剧 其实是我包括制片人 包括编剧团队 其实是我们一直想做到的 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一个很难治好的病 让所有的人去关注 这些需要关注的人 是 特别感谢 那么在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温暖瞬间和感动时刻 而且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演员 都在这部剧中出现了 那么我们首先说说男主人公林拓 你是怎么走近他的 我是在拍戏之前看了很多关于见动症这个病症的纪录片和电影 然后也跟剧组去看了很多真实的病例 我其实坐在轮椅上跟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那个感觉其实我在读剧本和拍之前是感受不到 跟想象不到的 对 当我进入到那个拍摄的节奏跟状态里的时候 我才真正地进入到了那个角色里面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相信有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有没有你最难忘的一场戏 应该是最后一集我有一场演讲的戏 林拓她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都已经不是很好了 她的声音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其实那段戏压力蛮大的 也跟导演讨论了很久 这个程度要拿捏到什么样一个感觉上面 因为我们当时拍的时候也怕做得太重 可能观众看的时候观感不太好 或者是我说很长时间大家根本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段戏吧 我准备了满酒去传播那个状态 怎么去演出来 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从他们两个人相遇开始 慢慢地相识相知相爱 所以李兰迪这次面对这样的爱情戏 是不是对你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不是小小的挑战是很大的大大的挑战 我们戏整体还是想呈现出一种温暖治愈的感觉 但是我呢 因为没有说有就是那么长时间照顾过病人的这种经历 所以我经常在拍戏的时候可能会带入我本人的主观视角 我就会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导演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忍住不许哭要笑啊 这是最多的话 所以其实我在后期面对他们两个的这种爱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挑战 因为你要控制情绪 你还要在表达情绪 那我想问问导演 为什么对李兰迪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演员有角色的真实感受这个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角色他都有背景嘛 就是林拓的家庭环境 是由林拓本身的这个家庭环境造成了他的这个人物性格 然后安芝雀也是 安芝雀是一个单亲家庭 爸爸一个人独立把他抚养大 然后当有了自己新的生活憧憬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打击 那么他这个人物本身的家庭环境就造就了他的这种坚毅的性格 确实我们也看到呢这部剧其实是非常的接地气 那在这部剧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戏骨奉献了他们非常不一样的表演 比如说江超 其实非常深入人心的角色 很多是喜剧角色 那这次真的我们在这部剧当中 看到江超演出了这样的一种精力的父亲 然后你背负了很多还是这么乐观的面对人生 就是我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尝试这种能够展示自己内心复杂的状态的人 我喜欢演喜剧 喜欢演喜剧是因为你可以 在你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 你自己也很快乐 这个过程和结果都很好 但是当我真正意义上去接触到安芝雀这个悲喜交加的人物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享受他那种非常非常复杂的内心 和他享受他和自己最爱的女儿在一起的快乐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演的特别过瘾的那场戏 跟兰迪有一场戏是当兰迪告诉我说 说他要去陪林拓过年不能跟我在一起过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结果 就在那一刻我俩坐在沙发上的那场戏 就很感谢导演给我们先拍了进景 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没有预料到我的反应 我将来接 就去照顾林拓 对 要去照顾林拓了 就是我说你去吧 我说爸爸我一个人也能过你 我自己播的很好 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在那一刻复杂的状态 我不知道自己是 天哪我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很 演戏很长时间可能没有体会到的 某种的冲动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 特别特别值得 重复去想象的一个经历 和回味的经历 非常值得真存的一个表演体验 我学习 对 这很难得的这样的 对我个人来讲 可能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 一次体验一次经验 特别感谢我们的演员 特别真诚的去和角色相遇 成为这个角色 在我们这部剧当中 虽然有人生的绝境 但是时刻有温暖 有感动 有阳光 我们明亮的色彩 就来自于这二维 从头到尾 对吧 对 我们俩在戏里 就是呈现了 就是你打我闹的这种情感 我们俩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 普普通通的感情 可能就像我俩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 林拓和安之雀 那样子的大起大落的经历 相反我向往的爱情 可能就是我俩这样子的 演了这个戏之后 我更加的能深刻的体会到 我觉得爱情 越平淡其实越好 以前小的时候 我总希望 经历那种大起大落 希望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是演完这个戏之后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投入了自己 太多的真实情感进去了 然后我看到了小雀 一步一步 内心的那种煎熬 我说实话 作为核心敌 我心疼他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样 我转过头来 看到了我身边的陈光浦 他了解我 我了解他 我们彼此能给彼此 生活当中的温暖 和向往的爱情 所以我们两个最终 走到了一起 也感谢你们给我们 展现了爱情 另外的一种样子 也是特别适合我们的样子 其实他俩就是 现在年轻人 大众的一个缩影 其实 对 所有的事件 爱情也好 发生的故事桥段 其实就是很多的一个缩影 也有过重新重拾回来 不放弃 它跟大众的一个思维逻辑 其实是一样的 对 那我也特别想问问编剧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时候 是当初你在写这些角色的时候 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吗 还是说给你一个更多的惊喜 肯定是给了我更多的惊喜 因为我在写这两对人物的时候 就是对我来说 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两种最美好的爱情 然后他们两个人是不离不弃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 他在闹他在笑 真的太好了 就是我觉得爱情最美不过如此 是 你的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一个不离不弃的 或者是遇到一个可以陪你笑陪你闹的人 这不就是最好的爱情吗 其实不光是因为你看这两对情侣四个人 但是其实它是有太多组的不离不弃的关系在里边 就我们作为朋友来讲 你说非亲非故的也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就是靠什么样的说信念去陪他撑下来 包括我去鼓励自己 然后再加上我们身边人的互相鼓励 再就这一团能量真的太强了 其实我们已经相当于算是一家人了 尤其是我干爹还有小雀 对我看那个你老是在他们家待着 对 什么事他爸都问你是吧 他没地数 我没地数 主要是没房子 其实也是他们让你找到了家的感觉 对 我相信不仅仅是所有的人都去温暖林拓 还有林拓也给了身边很多人温暖 包括这里面我们还看到在职场当中 来自上司来自师傅的温暖 因为林拓告知我一些事情以后 他对我的信任让我有了责任 让我从他身上 不但是对自己设计的东西有了责任 也从他身上我明白了要对待生活的态度 对待我身边不只是只有我设计的东西 我对待人对待事都要有一个温暖的价值 对 其实因为是他给了我责任 给了我很多动力 让我更加看清楚了 魏海洋应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怎么去做一个人 其实今天师傅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 因为他要用一首歌来表达 这部剧想传达给我们的一种人生体验 对 唱得不好别介意啊 欢迎啊 想说却还没说的 还很多 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 让人静静的唱着 淡淡的记着 就算终于忘了 也知了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 喋喋不休 再也还不回了温柔 为何记不得 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 在什么时候 谢谢 终于越过了山丘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越过人生的山丘 祝大家都能越过山丘 在这里我特别想问问导演 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 谢谢你温暖我这部剧 他最想给我们传达的是什么 我总结了一句话 这是用阳光来照耀绝境中的阴暗 用温暖来包裹现实中的冰冷 谢谢你温暖我 谢谢 那么如果有一种形式 可以结束我们聊天 或者让我们的聊天 在一个最美的状态里 结束的话 应该是用音乐 用我们这部剧当中非常好听的歌 来 有请孙天宇 你说努力不一定成功 我说糖品一定很轻松 我做人的原则 回来是标准 你打断我的生活也坏了我鲜雨的梦 不怕天塌了 快乐就够了 价值观什么的外大会挣兆的 都说女孩都很不好惹 比起比撤铃还要扯 什么爱情 太伤心伤心 是爱 你说来就来 到底是什么爱 还有完没完 You make me tramping over you You're the one that's in my mind 到底什么是爱 I really got me by 到底是什么爱 不分青红早白 来放你最想抱的人吧 这个正好我插播一句啊 这个是那个陈光斧跟何欣迪的 他们两个的戏份的时候 会当作OST来放 所以会比较的跳脱 很开心 对我们也特别喜欢这抹明亮的色彩 在这里呢我也要代表我们所有的追剧观众 对我们的主创团队说一句 谢谢你温暖我们 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 不过我们聚收很好看呢 向来要给观众送福利 所以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希望今天导演编剧都在 可以带领我们的主创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加一段戏怎么样 好 好我们现在一起进入导演来加戏 大家继续看本台剧说很好看 现在我们进入观众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那就是导演来加戏 那我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 在现在据说很好看的舞台上 你会想给他们加一场什么样的戏呢 我们这部谢谢你温暖我 我认为每个演员都有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大结石 来吧 哇好期待 来来来 来吧 对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期待 在据说很好看的舞台上 温暖我们大家 我们在这喷呢 咱们要不要趁现在把那个后面那个第二段大长的对一遍 可以可以 没事这会走一遍 直接其实从这推来最简单 这样转吗 还是我转 对是 也说拿着花不太好挑 行 行 可以可以 据说很好看等您一起看 导演来加戏 有请祝东宁导演 走喽 请不是 你看这个 像不像是动画片里的那种 好好看就是这 好了 借他那支吧 哩 小绔 这是个废弃车站 叫春江站 你不会大老远 把我推到这儿 带我看一个 废弃的车站吧 你还记得 我们认识的那天吗 当然了 我们去面试 你手机响了 是啊 我当时都快吓死了 没想到你 一下就站起来了 我以为我承担下责任 你就能好好的面试 没想到你也跑出来了 咱们两个就都被淘汰了 那我不跑出来 我怎么交到一个男朋友啊 我还记得你那天 跟我说的所有话 你说 你特别羡慕学校的同学 你都没有看过一场大雪 小拓 这个生日 我送你一场雪 小拓 原分是天注定 但命运不是 我送给你这场雪 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可以在南方的深秋 看见大雪 也可以在命运低谷的时候 创造奇迹 驾驾 他就这里玩 我带着导备 料 sır 我们 那个 这 最近 郭 记得 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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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善良的力量会化作勇气 我会带着这份爱 好好地活下去 我不知道 我能陪你多久 但我知道 有一句词叫 尽我所能 轻我所有 纸巾纸道 纸巨 梅子熟食 知子香 谢谢你 温暖我 让我不看过去 不惧未来 对余生 充满期待 大剧看总台 据说很好看 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 王希良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 支持和陪伴 让我们相约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